Thank you 对,在新东的新闻底下 大部分的留言都是这种反应 然后就是恭喜祝福 休止成员们就是这样 有恋爱消息的话 粉丝们就会更积极的祝福 而且留言都非常好消 希望新东马上能有更好的消息 前几天宣布不再取约 离开YG的iKun 今天媒体报道了 iKun全员与新的经纪公司 一丝散娱乐签了专属合约 并会在4月份 以新专辑回归的消息 并且也已经与YG娱乐协议好 成员们可以继续 以iKun团名活动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Kepula成员 Kaneza Mashiro的所属公司 就是一丝散娱乐 哦,可以直接使用团名 真的太好了 虽然是小公司 但是应该比在YG的时候 更可以活跃的活动吧 恭喜恭喜 应该比在YG的时候 能更常发表专辑的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在M.NET即将正式开播的 选秀节目Boys Planning中 练习生们以自己的榜样 最尊敬的前辈歌手 提到最多的五位爱豆 第五,XO Kai 第四,Tomorrow by Together 연준 第三,NCT Mark 第二,Pantan Sonnyan Chunggu 第一,Shiny Taemin 那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今天你要成为爱豆的话 你最想成为跟谁一样的爱豆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兔年有兔宝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兔年有兔宝的消息 今天Twice成员们结束日本的新城后 透过Kinpo Go回韩国了 而兔年入境韩国的成员们 竟然都变成了兔子 哈哈哈哈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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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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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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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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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子们真的是爱豆的榜样 太可爱了 疯了 想要他们有一起讨论做这个 就觉得更可爱 行李的时候耳朵摇动的样子真的是要让人疯了 为了粉丝们做这些的twice真的太可爱了 好像是兔子暴力组织一样 可可 兔子暴力组织 那我也要来一下了